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跟随耶稣约翰福音五十一天灵修 今天是第八天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这样说到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 神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 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是延续了尼哥迪姆和耶稣之间的对话 尼哥迪姆这个以色列人的官 他因为见证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 他就在夜间跑来找耶稣 跟他谈道 尼哥迪姆跟其他敌对耶稣的法利塞人不同 他乃是千千和和的来向耶稣讨教 是要学习真理 耶稣见他有这般的诚意 也直接的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他 耶稣一开篇就说到 他必须要重生 而且是要靠着圣灵来重生 但是尼哥迪姆完全不了解 耶稣所说的重生是什么观念 显然的他还卡着 那个要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的 肉体的重生观 其实观与重生的教导 早在旧约圣经已经有预言 而尼哥迪姆既为犹太人的观 他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他应该非常的清楚这一些的教导 因为上帝在旧约中 多次借着先知小于百姓 但是看来这一些犹太人的老师 他们不单只是忽略了 这一些的经文所教导的 他们更多的是不了解 到底神要借着这些经文所说的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4章33节这样说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以赛亚书59章21节也这样说 耶和华说 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加给你们的灵 传给你们的话 必不离你们的口 也不离你们后裔和你们后裔之后裔的口 从今直到永远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说 神将会将这个灵浇灌在百姓当中 以西节11章19到20节也这样说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 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我的典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以西节书36章24到27节也这样说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 从列邦聚集你们 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吃给你们一颗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我的典章 约尔书2章28节到29节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死女 因此我们看到 尼哥迪姆虽然教导了一辈子的圣经 也就是旧约 其实他根本不理解上帝的心意 所以耶稣才说 你既为以色列人的先生 这些道理你不明白吗 当尼哥迪姆听到 耶稣所说的重生的时候 他完全无法造假 因此11节 耶稣对尼哥迪姆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又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这边就说出这些宗教领袖的实际问题 他们既不明白上帝话语的意义 但他们又不肯谦卑的受教 他们都知道耶稣是来自上帝 而且耶稣的教导 确实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 这一些都是他们有目共睹的 在三章二节当尼哥迪姆来见耶稣的时候 他是如此的称呼耶稣 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尼哥迪姆说我们知道 也就是这一些的犹太人都知道耶稣的身份 可是当耶稣来教导他们的时候 他们却不领受 因此耶稣才很纳闷 他说他看到的 他见证的都是他所知道的 可是呢 这一些不知道的人却要拒绝真理 这就好像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所说的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就是以色列人 还有这些宗教领袖的实际问题 完全是要拒绝真理 远离光 所以耶稣借着下来说 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你们如何能信呢 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无奈的情况 耶稣所谓的地上的事 也就是关于重生 还有关于之后所说到的救赎的讲论 耶稣也知道 尼哥底姆是很难以接受这样的教导 那么在十三节 说到耶稣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这句话 尼哥底姆恐怕也是听不懂 所以耶稣接着下来 就引用犹太人最熟悉的人物 摩西的故事 来跟他说明这些的真理 耶稣引用摩西在旷野举铜蛇的这个记录 也就是在明书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的记载 那段经文是说到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 在旷野因为长发怨言得罪了上帝 神就使火蛇进入百姓的中间 因此有很多人就被火蛇咬死 后来他们认罪 神就吩咐摩西制造一个铜蛇 然后把铜蛇举起来 这些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 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这个举起的动词在约翰福音一共出现五次 而且我们看到的每一次都是指 耶稣钉十字架受死而被使用的 因此摩西举铜蛇就跟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一样 以色列人因为仰望铜蛇就得以存活 罪人也因为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 这整个的救恩是上帝借着耶稣所成就的 人确实不需要自己做什么 只要凭着信心去仰望神 去接受他所成就的 就能得到永生 这就是耶稣回答了尼哥底母带第九节所问的问题 只能有这事呢?的答案 耶稣要跟他说重生 尼哥底母完全不能理解 耶稣只能借用摩西在旷野举蛇来说明 人要得到重生完全是上帝的恩赐 神对人的救恩是以人的仰望 也就是以信心上的成就才能够得着 所以信心就是经历重生之后的第一个标记 所以接着下来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里所说的神爱世人 在原文里面是说到神如此的爱世人 如此或者是照样的字呢 跟十四节是同一个字 也就是耶稣照样的被举起来 跟神如此的爱世人是一样的意思 或者这样说 神爱世人就是跟耶稣被举起来受死 他是有同等的意义 原来这就是上帝爱世人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了 神如何的爱我们呢 神就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 被举起来受死 借着他的受死 我们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 这经文是十分让人震惊的 因为在第一章的开篇就说过 这个世界的人是抵挡上帝的 他们拒绝了真道 他们是不值得上帝去爱的 但是神却没有因为如此而放弃他们 反而神是深爱着这个世界 甚至愿意将他最亲爱最好的儿子赐给了他们 因此人需要做的决定就是 是否要得到永恒的生命 还是他继续的留在黑暗当中被定罪 若是人要得到永恒的生命 他就必须要信他的儿子 在16节里面 信这个字在原文中 它是信还有加了一个动词 而且这个词句在希腊文当中是以现代式 也表示说他的字是持续的状态 因此约翰要表达的就是 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 他不仅仅只是相信 他更是要归入在耶稣基督里面 而且这个的情况是会一直的持续的进行 所以信心不只是说 我相信耶稣基督 他是上帝的儿子 而且他是要把整个生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 而另一方面 若是不信的话 那个灭亡的原文 它不含有那个失去知觉 或者停止呼吸 或者是完全毫无动静的意思 在圣经中 这个灭亡它的原意 它是一种的刑罚 就是人会永远的活在痛苦的当中 永生是永远的活在与神同在的一个的状态当中 与神恢复了这个关系 这叫做永生 而灭亡则是相反 就是永远的活在这个的刑罚的里面 也就是在痛苦的里面 所以人的相信 它意味着 它是一个依靠信赖上帝和信任上帝的生活 而人需要表达这样的生活 他只能够透过圣灵的重生 才能够把这样的生活实践出来 而耶稣也清楚的告诉尼哥底姆 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目的 神儿子的降世不是要来审判人 乃是要来拯救人 但是当他第二次再临的时候 天父就找最后的审判的责任交给他 我们可以在五章22节看到这一段经文 说完了这一些19节到21节 耶稣就对这个世界他做了一个的评论 耶稣说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在此耶稣在对尼格迪姆说 那些拒绝上帝的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而是这一类的人 他们是在暗中享受罪中之乐 所以当光进到黑暗里面 他们选择恨恶上帝的儿子 拒绝这个光 这就跟一章10节到11节所说的 他在世界 世界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所以光和暗是不能共存的 必须是二选一 你要不就留在光中 你要不就留在暗中 而人很多时候拒绝光 是就如一章五节所说的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因此在暗中的人需要做出选择 要弃暗归光 还是离光救暗 其实这句话是耶稣要对尼格迪姆说的 因为毕竟尼格迪姆他是在晚上来找耶稣 他在暗中来寻找光 现在耶稣就提供他一个的机会 要他去决定到底他要留在暗中呢 还是他要回到这个光中 使徒约翰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他没有告诉我们尼格迪姆是否有选择耶稣 还是他继续的留在暗中 但是这个开放式的结局似乎也是对我们这些读者所说的 我们要留在暗中呢 还是我们真的要离开暗 回到光的里面 盼望真光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再把我们心中的黑暗完全的照亮 耶稣他借着圣灵来重生我们 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这永生的生命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的爱是如此的尝阔高深 我们不配得你爱 我们是拒绝光的人 但你多次的拯救我们 最后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这个历史的当中 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主啊耶稣被高高的举起来 他的受苦受害受死 都叫我们的生命重新可以回到妇女的里面 与主联合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祈求主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留在光中 继续的为主做见证 主啊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你们的收听 盼望今天的音频可以带给你们一些的帮助 也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音频分享出去 给你们的朋友同事或者弟兄姐妹收听 若在我们当中有人还不认识耶稣 还不是基督徒 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耶稣基督 你可以在留言处给我留言 我若是看到我会尽量的回忆你 我也为你祷告 我希望耶稣的真光可以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可以弃暗归光 谢谢你们 上帝祝福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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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